昨天我们还完房车 直接从苍州赶到了资博 见了几个朋友 蹭了几顿赛 今天就目的地很简单 直奔浙江沥水 去看我们的EV科2045 但是还有一千多公里呢 估计到不了 走哪散哪吧 上车走 你把这个风挡擦一下吧 我从里面拍视频 拍的脏兮兮的 试巾 我没拿试巾这次出来 这是湿侧纸 插屁股纸 也是湿的 可以咋可以咋 我看这个就好像就不是湿巾 湿侧纸 我这次出来忘带了 你这擦完风挡 我都感觉有味 好怕 走高速全是虫子那些 痕迹 没有那个湿巾好擦是吧 这个主要是擦屁股的 它也不是擦玻璃的 凑合擦一擦 别那么脏就行 走喽 奔赴我们的2045 万一没看上咋车 万一这个车不合适咋 万一这个车不合适 奔赴下一个2045 好消息 好消息 我们刚进入江苏地界 然后刚才呢 有个朋友联系我们说 在南京伊威克那边 有两个伊威克2045的车 这不是 客室了就有人递枕头了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俩就临时决定 改路线 先不去浙江沥水了 先去江苏南京 然后我们去南京 看一下那这两个 2045车啥情况 到底怎么样 然后跟历史的车 有个对比吗 对不对 这几个车一对比 这不是能选出 更好的车吗 对不对 所以呢现在就直奔南京 早上刚刚把这些玻璃擦了 又走了一家高速 你看看这玻璃上 全是些小虫子 这么冷的天 哪来的虫子呀 这话让你说的 我惊无言以为 冬天就没有冲荡 这不是高远 又有虫子 要进服务区了 车子也刚好没油了 也刚好让我休息一下 开了大半天的车了 别说你开车累了 我屁股都坐得累了 休息一下 脖子难受了 屁股难受了 休息了一会儿 上了个厕所 买了两瓶咖啡 再给车加个油 接着出发 又加了760块钱的油 好好珍惜大白吧 不要心疼油钱了 好好珍惜大白吧 好嘞 走啦 你看大白的时间也不会长啦 这两天也让我看得够够了 我们要下高速啦 不是下高速 这是货收费站 应该是进城区不收钱 就是这间高速收费是吧 对 可以 马上就要到南京了 天呐 60元30元 正在通过拥堵路段 长度700米 预计通行时间6分钟 啥情况 就下绕车高速了 这还开始堵车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大城市的原因 好多朋友来上海玩啊 来北京玩啊 这大城市就这 我在西藏啥时候堵过路 堵过车 是不是 堵还挺长 我们这是已经到厂子附近了 现实的应该是 妈呀 那这附近咱们怎么住啊 是新座红绿灯坑60米多转 妈呀真的到了 这不是 这不是进厂子了那么久 对 对 对 咱们到人家伊维克的厂子了 我没注意 这地方连个住宿的都没有啊 60米多转 找了一家酒店 离这最近的酒店有六点几公里 我们只能随便找一家了 谁说的六点几公里 多少公里 这一导航是12公里啊 啊我刚导航是6.2公里啊 这咋整 要不你看一下重新找一根 开了十几公里 总算是到酒店了 哎呀我的神呢 终于可以休息了 终于到酒店了 送门先 给我揉揉屁股 把门先锁上 今天就住这儿 然后明天一大早 我先把门先锁上 早到起床 咱们再去伊维克长家 马上一天天怎么这么忙呢 今天是咱们出来第三天 咱们已经走了 这么多省了 好了好了 醒醒神 点叫外面 点餐 吃饭 我可以不吃 直接睡吗 吃饱吃饱